新冠病毒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事实上争论亚裔的仇恨犯罪还在增加当中 因此纽约市举行了示威抗议 目前参选纽约市长的杨安泽也呼吁 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林书豪日前透过脸书表示 当NBA球员也不能让他免于遭到歧视 爆料自己曾经在场上被对手称为新冠病毒 引起很大关注之后 林书豪在推特上说 他不会透露是哪位球员这样叫他 但是NBA的基联盟表示将介入调查 而两天前在纽约一位36岁的男性 在行走中被捕突然遭人持刀刺伤 现在人在昏迷当中 因此在纽约举行了反对歧视亚裔的示威游行 许多亚裔形容目前生活在恐惧当中 对此目前正在竞选纽约市长的杨安泽 接受访问时表示必须非常严肃看待这个问题 事实上这种歧视现象遍布全美并且不限于暴力 一位加州老师在视讯上课时 用两手把眼睛往上挑起说 如果往上就是中国人 如果往下就是日本人 结果弄到校方必须出来道歉 根据亚裔团体统计 去年大约有3000件对亚裔仇恨以及歧视的事件 新冠病毒使亚裔成了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中最大的受害者 记者综合